《十四五規劃》 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到 支持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中心 文化藝術一直是香港的優勢之一 講起軟件方面 我們每年的Art Bezzel等巨大的節目 吸引差不多7至8萬人秩序 這在軟件方面已經證明到 香港在社會國際的地位 Hardware方面 我們西九文化區 接下來有故宮博物館等等 世界級的設施 其實這樣已經證明了 我們香港文化藝術 在國際上有一個很高的地位 我覺得香港更加要發展智慧旅遊 可持續發展 即ESG 香港可以藉助國家智慧旅遊 相關的智能、科技 例如AI、Cloud、VR等等 加快提升旅客的體驗 以及提供方便旅客的服務 亦都希望可以鼓勵業界 用多些創科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其實我們業界都非常關注 幾時和盡快和內地通關 因為我們內地旅客都佔了我們差不多七成 其中還有大部分是來自大灣區 所以希望政府都可以考慮到通關初期 就用大灣區做一個試點 好好的準備我們接下來開啟香港 希望下一屆特區政府委託國際公關公司 由政府領導代表團去全球的推廣和宣傳 從索香港的形象 例如從索香港是MICE的形象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MICE 帶給香港的過夜旅客超過200萬 其實我對香港的年輕人充滿信心 我接觸過很多年輕人 其實是很上進 我覺得做企業 如果我們可以幫到 希望可以給他們多些機會 可以給他們多些機會出去看 我經常都覺得可以多些機會失敗 試一件事 但試了之後可以不停地學習 怎樣去失敗再成功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亦都被他們勇於上線 我真的覺得 最重要是繼續進步 我覺得志強不息重要 怎樣令學生有志強不息的衝勁和理念 我覺得真的要看多些 看到一些周圍環境 而且看到將來 其實這麼多年 我們真的跟不同的學校 亦都有安排這件事 我覺得做年輕人 甚麼都要事 不怕辛苦 所以如果我們做企業 可以給他們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很好